Hello 大家好 來到10月14日 星期五 有我指程和大師在主持兩岸國際 剛才在我們要聞的時候 也有說過阿翁鮑魚很棒 尤其是如果你說 有時沒有東西吃 糧食有供應有問題的時候 你在家鋸著鮑魚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是除了鋸鮑魚之外 大師也有預言過糧食危機 甚至水也有危機 你看到中國大陸城市上海的居民來說 今年真的好不過 上半年才經歷一個大規模的封城 下半年又因為長江流域嚴重乾旱 導致上海三大水庫面臨水源不足 即是這個困境 近日還傳出自來水 因為海水渡灌 造成鹹到大幅增加 即是喝鹹水 居民因此瘋狂去囤積一些水 大批市民衝入一些飯店 整箱整箱將一些礦泉水搬回家 而且很多售貨的APP上的礦泉水 都已經賣光了 我看到一些報道 就說那些孤零走出來說 我們的水的鹹度 所有東西都是正常的 但當時我不知道發生這些新聞 我就覺得說什麼東西啊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啊 原來接著我才知道這些新聞啊 那就是 但是如果長期來說的話 我想這個世界就是 大水就多於大路了 即是乾旱的情況是沒有什麼那麼嚴重 乾旱的情況是沒有水的情況那麼嚴重 乾旱的情況不夠水災的情況那麼嚴重 因為起碼是山裡的水一直在下降 其實是因為全球暖化 所以中國其實是 只不過那些人說 大水之後就有大爐 或者大爐之後就有大水 所以爐好像是水 是大汗 其實是水 即是之類的東西 所以 但是又變成極端氣候的問題了 但是大小來講中國都是多水 多水多於沒有水 嗯 即是他們還有這些水 這些瓶裝水 其實他們是有水的 是 只不過那個湖剛好就變成海水渡灌 是 沒錯 是的 那就是 因爲那些湖的水上升了 總之就是 中國相對來說 今年雖然是有汗的 但問題是 中國是那個水的問題 多水的問題很嚴重 因為起碼那山是有汗的 所以近期就有很多水的問題 嗯 這些民眾的微博就抱怨 上半年就沒有東西吃 封城 下半年就缺水 那就是現在是封了的城 就是一個瘋癲狀態 每個人見面的時候 第一句就說 你買了水沒有 這樣 其實都幾傷害了 好 接著講一下能源 能源都是一個大的議題 那麼歐盟27國能源部長 在布拉格舉行非正式會議 普遍都同意在明年夏天之前 就會開始去聯合採購天然氣 並且推動節能 但是各國就進口俄羅斯天然氣設價格上限 但未達成共識的 是的 那麼歐盟最大的天然氣的消費國 德國和荷蘭就表明反對設限 認為這個舉動是會導致供應中斷的 所以建議成員國就分擔用量 或者謹慎考慮發電的需求 現在是關於天然氣 是的 天然氣 因為實際上它之前除了天然氣之外 因為整個能源架構是會重整的 譬如說石油那些都是會重整的 所以會減少供應 但是現在的問題 那個缺口就不是在石油那裡 是在天然氣那裡 因為石油是DN價 所以才需要它減產就補應 但是我相信天然氣問題 當你沒有供應之後 你所有的問題就變成了一個價格問題 你到最後你供應不到供應 當然你天然氣的供應 你可以在其它圖境運動 變成了你非常貴 你沒有辦法不面對你天然氣價格上升 這個客觀現實 你怎麼搞來搞去 你都不可以面對現實 因為成本就增加了 中應減少了成本就增加了 所以無論如何你聊來聊去 大家只會裝作了一些東西 對實質是沒有幫助 總共裝作了一些東西 我們真是雲狀 大家接著去搭一些頭等機票 去外國住一些好的飯店 開一會 都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順便開完會之後 大家去過當地時 去那些高級餐廳都是這樣的東西 另外連接俄羅斯和德國的輸油管道 叫做德魯日巴 在波蘭段發生了這個洩漏事故 波蘭就說沒有跡象顯示 這個油管是遭到惡意破壞的 很快就可以完成搶收的 事件暫時沒有影響石油供應 現在大家都悲光蛇應 因為北溪就是兜了那邊 其實是京波蘭、京波克蘭 一直都是有一些供應的 但是現在因為發生了 北溪一號北溪二號 被人無端端炸了 所以大家都悲光蛇應 因為凡真發生這些事 就會悲光蛇應 但是如果真的有這些事的話 都應該是很大的事 而不是無端端有些洩漏 都是一些轟轟烈烈的事 現在做出來就好像北溪一號 北溪二號 一、二號都炸了 嗯 好 即不會再是那些陰一點陰一點的 沒有陰一點陰一點的 好 接著說回拜登 其實前天發佈了那份 國家安全戰略文件 抗華制俄 貫穿整個這份文件的軸心 就說俄羅斯雖然是迫撤 而且持續威脅國際和平 但是強調 即昨天我們再補充 強調中國才是唯一有意圖 還有有能力 去改變國際秩序的 地緣政治的競爭對手 這個戰略文件就提出 對華的戰略三個政策 以長遠去保持對華的競爭優勢 並且稱會就新疆種族滅絕 和反人道罪行 去瓦解香港自治和自由等的濫權行為 向北京問詐 中國外交部就說回應 批評美方是固守冷戰思維 和勸掩大國地緣競爭衝突 新疆種族滅絕當然是屈的 但是它一定找一些理由 香港的意思就是等他們 在香港沒得混的時候 就是發炎炎 但是美國抗中制我本身 至少有一件事它說得對的 就是中國是唯一的對手 是唯一它挑戰到國際地緣政治的競爭對手 一直都對這句話 是的 因為其他第二個是沒有能力競爭的 沒有能力作出競爭的 所以俄羅斯其實沒有資格跟美國競爭的 所以他們說的是美國 它覺得他們加上歐洲和日本的能力是高過 實力仍然是更強大過中國加上俄羅斯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不能團結 而且他們還是一個攻擊方 中國和俄羅斯是防守方 而防守方的話是 在防守方的時候他們是受到極大壓力的 就是那個戰鬥的意志力是 美國、歐盟和日本的戰鬥意志力是不如中國和俄羅斯 這個是最大的關係 中國和俄羅斯是覺得會有亡國感 而美國和歐盟和日本是不會有亡國感 所以大家的戰鬥意志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他們的實力是一向都強一些 所以如果它同時間打中央、打俄國 根據報業遵司機說都是非常不治的 或者是機身架那些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不治的 當初它能夠捏低蘇聯就是因為聯合中國 但是如果你要同時間兩個一起打的話 對它來說是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川普是比較適合的 首先是穩住俄羅斯 然後才對付中國 但是現在它這樣走到這個地步的話 我並不認為美國的角力可以這樣做 嗯 昨天我們也說美國的角力在衰退 然後再說美國眾議院特別調查委員會 就通過傳召特朗普的作供 其實特朗普這段都很熱 因為他的社交媒體叫做Truth 亦都在Google Play 正式上架 他覺得很開心 與此同時 除非差的股票 我覺得特朗普的新聞是源源不絕的 現在從來沒有試過特朗普就代表共和黨了 所以共和黨被特朗普劇夾了 已經完全被侵佔了 就像東蟲下草那隻蟲被你草 被那條草侵佔了 共和黨的 是的 共和黨根本就是這樣 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 嗯 那件事就是現在就是 不是沒有什麼特別 那件事就是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而它們對付 對付將特朗普往死裡打 即將共和黨往死裡打 嗯 嗯 那美國國務眾議院就調查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 去年就就這個衝擊國會事件調查 傳召了它作供的 哦 這個是衝擊國會 我想衝擊國會這件事反而是比較少 真的大件事就是它 說它拿了一些機密文件 那些會比較大事 嗯 OK 好 暫時說特朗普說到這裡 接著之後說完 是的 中共二十大傳召之前 即開會之前 看到官方出版了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的一本新書 就論述如何去依規治黨 那書中也都提及民主集中制 並非為了弱速去壓制民主 如果不進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 中共勢必一盤散沙 嗯 嗯 是 民主集中制就是 中國認為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 那所以 凡是民主就要集中去 集中在一個多東西 我們是民主 不過是民主的集中制 那所以是他們的 中國的一個是 政治制度來的 那我想那個理論 如果講來太長篇 大家就不要講了 那只不過它講到最後 只不過所有 在中國來說 所有民主都是民主集中制 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然後再將多數的能力 它就代表了少數 再由少數代表多數 然後這樣做 那就是一個民主集中制 那就是在他們心目中來講 你可以從廣義來講 就算是 美國的民主選舉 都是一個民主集中制 就是很廣義的來講 但是我想詳細的討論就不講了 但是這個 它講的民主集中制 就是中國自己固有的一個政治制度 就是我們不是不講民主 只不過我們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 就是這樣 嗯 嗯 嗯 那就是 總之說理論就一定是對的 不過現實就是 大家各有寸食 理論一定是對的 不會錯的 這個理論 如果詳細想知道 就要聽你們的節目 聽我的節目 就是你跟楊宇的節目 那個不是那個 是歷史節目 沒有關係 不會講這個的 我相信不會講這個 嗯 然後最後再講這件事 就是 由於關習近平事 也都關中共二十大前夕事 那見到其實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那其實中共二十大前夕 就有很多一些的聲音走出來 那見到非常罕有 就是在它 在首都西北部 即是北京的一座 繁忙的納交橋上面 出現了兩幅巨型的抗議標語 那麼很多人呢 即是即刻放上網 拍了之後 那麼周圍傳 那麼絕大多數的內容呢 很快就遭到中國社交平台 突然間已經 已經屏閉了這些內容 那就是說些什麼呢 那它就說呢 那個橫額上面寫說 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封城要自由 不要謊言要尊嚴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即是有這些反對的聲音 那誰掛上去都不知道 但是 即是都有 有冒出黑煙的狀態 是 那麼多少都有些 但是這些人都是 即是 反對國家的人都是 都幾勇敢 就是幾不怕死 這個狀況 在這個政治氛圍之下 是的 那就是無論如何都有人反對的 而且背後一定是 有很龐大的勢力去支持 才會做這些事情 是啊 很多人都說 其實在重要這個政治活動來臨之前 其實北京市已經是非常戒嚴 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了這一幅的環壓 其實我們本地 我認識很多警察 這幾天已經是凌晨 要連續翻十八個小時 是的 即是臨近這件事 但是其實關香港什麼事呢 即他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不出錯 而且上頭規定要做事 嗯 嗯 那你上頭 你上頭都要下一個命令 不會做事 嗯 好 接著我們又說一下伊朗 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是持續的 消息指當局派出民兵 去到這個富爾德族地區去鎮壓示威者 好像越來越瘋 即是看到一些片段 是的 是的 因為始終經濟實在太差了 那這個就是講那個 反對派 反對者 反對的女性 去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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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這個狀況 要看這個狀況 那可能要做一些戒嚴式的事情 如果再下去的話 即是只要政府 其實呢 現在現代社會裡 只要是政府呢 是掌握了那個機器 嗯 掌握了那個軍事 是人民是怎樣都一定贏不了 嗯 是 只要政府掌握了軍事 即是掌握了軍隊 人民怎樣都贏不了 現在全部都是因為 可能會有一個是 即是美國這樣在背後支持著 那你就可以撐著 就可以定得住 就可以暴動 還會成功 或者是你的軍隊 有些東西倒戈 那你就成功了 否則政府 政府如果有這些 是不會 永遠不會成功 嗯 是的 即是越來越亂 現在要監製它 可能要平暴 或者之類 即是到了最後 大家都發生 發生這些事 震撼行動 只要你槍桿主出政權 這個人就沒錯 只要你那個政府 能夠是 能夠是 控制到那個政權 即是伊朗 它本身其實是 很多 它仍然是很多 因為大家都是 穆斯林 它其實很多反伊朗 反政府 都在潛伏著 如果不是伊朗 它政府的控制權很差 如果不是伊朗 如果不是無端端那個 那個 那個武器專家 去到被人炸死 伊朗是被其他的國家 全部滲透了 嗯 本身它的控制力 是不是那麼強的 大家以為伊朗 要鐵幕社會 要什麼 什麼 很獨裁 其實伊朗是很開放的 所以到最後 現在的人這樣進去 所以那些人 是很多時候 已經被人滲透了 所以才會有這些事 嗯 這個不是無端端的發生 你只要看它那個人 是會被 竟然無端端 是會被 是 暗殺了 就是經過這條路 被人很精密地暗殺 以後 伊朗已經是 全部滲透了 滲透了 滲透了什麼勢力 全部的勢力 以色列勢力 以色列勢力 因為以色列勢力 有蒙斯林 是的 很多以色列 或者其他仇家 沙地阿拉伯 全部都滲透了 嗯 或者伊拉克 都會滲透了 所以伊朗本身 不是一個很鐵統的國家 嗯嗯 好 那我們今天的兩岸國際 去做這麼多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